你还记得你记得说 放弃的地方应该下一步就是要转到中东去 对吧 阿布扎比 对对对 这时候他还说了一些 他还说了一些细节 就比如说就刚才就是Scott 他不是质问吗 就说你每天你刚才说的是工作三四一小时 然后他说这个时候 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说你有没有在这个时候 做另外的一份工作 OK 你有没有其他工作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接其他的活 在你做这个CEO的时候 因为之前还漏了一个 就在我说Time Sheets的时候 他不是员工在谈时间表 他露出来他的工资是多少 他的年金水是18万 18万美金 那这个时候呢 回到刚才我们刚才就说 他你除了干什么时候 他说他自己还 他没有主动交代 在直接的时候 他只说他Surfing 对不对 在这里Scott就说 他说你那个时候 有没有在其他的项目上也做了 然后他也诚实 他既然说了 他说他很诚实 他说是啊 我那个时候的确是有其他的活 然后他说 那你是不是每天工作了三个三四个小时 替洗浇所工作完之后 除了这个冲浪 你就是在你这个活上干事呢 他说是的 他就也承认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转到你说的这个阿布扎比了 来你说 阿布扎比 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特别多 因为这个是当时在这个公司管理层的时候 这个也 这个威廉姆叶也问到他了 说你愿不愿意搬到这个阿布扎比去 他好像对这件事情比较 并不是非常的明确 而且这个呢 也离他这个 要辞职的时间很近 而且他最后两个月 在这个洗浇所最后两个月 他自己 自己说的 他说我就是为了那两个月的这个 我的心已经不在这了 早离开了 我已经没有就是 就是就是为了配欠 就是为了拿这个工资才留在那 但是我已经就心不在那了 然后我跟大家说个细节 就是在这个BVI的时候呢 就是在直接问询的时候 他们有想就是把这个洗联储 就感觉好像洗联储不是真正的在做 BVI这个项目 就是就给人感觉好像这个公司是 就不是正规的公司 对吧 说说去BVI 但是也没有做任何的实质性的意思 只是说就是好像是秀 只是做秀一样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交叉问询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Scott就问了 就说那你到BVI 你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你什么时候去BVI的 他说是夏天2021年 然后你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啊 他说你是不是去租用了 去看了可能租到办公室 你是不是找了这个Telecom Service 就是电讯供应商 你是不是去看了这个Data Center 就找了这个数据中心 就我们可以用的 你是不是去研究了这个Internet 这个网络的流量 是不是可以支持这个交易量 还有就是你是不是也去了一个BVI的 叫金融监管的这么一个委员会 他说是的都去了 他说他说我去了三次 一共去了三次BVI 每次大概是在一两个礼拜吧 他说a couple of weeks 他说时间不长 然后就说到 对 说到这个 他说我当时想租一个公司 这个时候就问他 对 我们的律师就在这个 这是直接在交叉我看一下 这是在交叉的时候 我们的 那个Scott就问他 他说那你觉得这个公司 是不是有很认真的 很严肃的在想在这个BVI上 Invest 就是 Do you think they invest 对 Significantly 他的回答是no 为什么是no 我不认为这个公司是很严肃的 在BVI这个投资上 为什么 他说他们不甚至连这个 他们不愿意pay the rent of the office 他们不愿意支付办公室租金 对 他的这个答案是 其实也是挺挺挺挺惊讶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 我也不知道 后面我大概漏了 但直接就转到 他说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工作 但是他的认为 但是实际上 他有找律师 有找办公室 有去看所有这一切 而且付钱 他也愿意 而且威廉叶他就问 那威廉叶有没有问你 你愿不愿意去move到BVI 他说有 他说当时我的回答是我愿意 而且这也是 然后就说 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 让你成为CEO的一个 一个要素 他说是 然后那威廉叶先生 有没有问其他人 OK 其他人 有没有问你要搬去Abdub OK 他说是 他说是 他都有问 那所以说他是很认真的 这不是说一拍脑子说 今天不是作秀 不是让直接问讯的时候 一个留下来的印象 是作秀的印象 所以这一块就像 七霞说的 就是在Operation上 他介绍了很多的信息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对 在Operation上 就是通过这些作证 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到 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司 真想做事情 而且还有一些细节 他说你有这么多的人 工资是不是花费很大 这些钱是不是 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卖币 你还没有任何收入 但是你这些钱都要支付出去 对吧 你这些高级管理人员 几百个员工 对吧 是不是要需要很大的资金 他说对 是的 对 这个就是在一个阶段 因为他是个初创行业 然后他就说到这个 他就说就问他 那洗浇所在2020年的年底 到这个2021年初的一段 这个 他说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impression 就是说这个洗浇所在收钱 他们损失了很多钱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impression 他说是 说他们的payroll是巨大的 有巨大的这个工资要付 有巨大的这个cloud bill 就是数据在线云端的存储的 这个价格也超大 超大的这个tech bill OK 他说对 都在收钱 然后然后他说 你是不是告诉过政府 就是cross 这个Scott问他 他说 你是不是告诉政府 每个月要花几百万美金 他说是 我看他跟政府提过 当时的洗浇在那段时间 在2020年底到2021年初的时候 那他说 你知不知道这个钱 其实是都是这个威廉亚来的 因为你 因为那个时候 你们还没有发币 没有收钱 对吧 他说是 他说是 那 他说你们没有在这个时候 卖任何的币吧 对 没有公开卖吧 他说 他说对 你说的对 那就这一点 他就已经确认了 这个钱不是从investor那里来的 OK 就是从这个威廉亚 一业公司本身 就垫出去的钱 而且他还在就介绍了 他的高管的这个位置之后 他还又就讲到 我们的律师就说到 说在1月 在2021年1月份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有8到9个 资深的这些位置 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 有CEO CTO CMO 还有CEO CSO 就是Chief Security Officer 对吧 他说这些所有人 是不是已经有8到9个 这些高层的管理人员 当时已经在洗交所工作了 他确认了 是 然后 然后就说到 刚才你说的200多人 已经有200多个人了 就整个公司的整个规模 和他的营运 都被我们的SCO 非常有效的树立起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 你接着来 对 他这还说到一个细节 就是说 这个William Yead 对他的这个员工的要求 是很高的 其中有一条 就是说这个 就是在伦敦的那时候 那些员工的话 他有一个叫 People come to office Mandatory Mandatory 就是必须到办公室上班 必须到办公室上班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还是 从一个侧面 来描述 展现 这是一个真正的公司 是在这个 是在这个 真正的为了这个 数字货币 又花钱 又有这么多人在做 所以呢 用这些话 把这个政府的这种 就是 这种表面的这种 给打回去 我觉得这个是很成功的 而且他跟直接的 这个问询时候的 一个信息连接上了 因为他说在 直接问询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 这个洗脚所呢 他招不到 他们想要的 有才能的 这些开发人员 工程师 因为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的Scott就很聪明 他说 那在COVID期间 这个威廉业要求 每个人必须到 办公室上班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他们招不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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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这个 Talented 非常有才华的 工程师的原因 他说 是 就把之前的这个 给连上了 你知道 然后 接着你来 对 这我刚才也是 他说 你看 你有很大的 这个员工 要付工资 还要交税 然后还有你的 这个云端的存储 还有你 还有 还有很多 外包的公司 对吧 第三方的 这公司 还有你的IT 这些都是 这个几百万 几百万的费用 对 然后他说 你从2020年 到2021年 你这个 起联储 根本就 没有卖一个币 对吧 你有收入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的 对对对然后 你 对对对对对 但是 确实 Celt 你看 看 刚 你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